今天收到一个粉丝寄过来的料子 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料子它切不了 切完以后它形成了一个不规整的 一些滴滴摸摸的 切着接着这种料子损耗就很大的 我也跟它聊了一下 建议它整件的来雕刻 但是这些裂也相对的比较的多 当然说这些裂对我们雕刻来说的话 只要它没有通裂 没有断裂 那问题是不大的 跟它也沟通了一下 大开设计的就是以液锦为主的一个体材 可能就是以山水为主的 这个料子主体的部分 我们后期先把料子的皮壳给它称完以后 是以这个面为主 还是这个面为主来设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作品的题材叫头发原剂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诗句来刻画的 这件作品的雕刻手画 跟原来的雕刻手画不一样 它是往里面凹的那种雕刻 首先我们也是抓住料子的重点 还有料子列的走向来给它雕刻 这块料子的成品大家也看了 首先我们只针对雕工料子 大家一看也会知道 评论群里面大家也懂 我也跟粉丝聊了 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聊的title 聊title很多东西也会带来不一定的误会 整体的料子所刻画的就是根据那个诗句 柳暗化明右翼车嘛 我们也是根据列的走向 人物前面我们所排放的几个 慢慢的往后面延伸 做了一些的防止人物 有点室外桃源的那种感觉 旁边我们就是刻画的水的那种溪流的过程 最外面我们就采用立体镂空的调了一些的水 做了两棵的大树 旁边的部分我们就制作了岩石 有点在山洞里面的老房子那种感觉 后面的部分我们就是根据列的走向来刻画的 做了一些的山水的点缀 跟前面的呼应起来 也把这个毛病给毙掉了 像这种料子的做法 其实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上面雕刻的 因为这种料子毛病太多了 能做到这样的起货效果 我们自己也是比较的欣慰 给粉丝也看过了 接下来我们给他配一下底座 直接滑货的 大家觉得我们这种做法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记得一键三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兄 Denim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